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之前是第五集啊 啊 渐变修补还有那个啊 啊 橡皮啊 橡皮工具对吧 渐变工具 还有第一个渐变工具 渐变工具这样子 啊 应该怎么去讲呢 那首先我这样子 我画一个块 那这样子一个蓝色块这里能看到我没有问题吧 然后渐变工具就这个筷子间应该是G啊 然后在这里你会看到对上面这里有不同的渐变方 渐变的样式 那通常反正就用默认几乎就用这个 然后点一下对吧 就会看到像我现在的这样子一个界面 那现在这样子一个界面 我通常默认 其实我我个人我只用一种设置 那像这个 然后我们点了以后 你会发现FNC管状态对 然后选一下白色 然后两个我都会选白色 那对再下来 呃 这啊 上面两个是代表一个什么透明度啊 然后我选白色 哎 你看到对 那反正就黑白格子证明说你这个东西是透明的没有颜色 那这样这样子上面代表你的透明度 我就说他只有深浅没有颜色 下面呢 如果说啊 我换成蓝色的 哎 你看到对 他就这样子进了 我们换绿色呢 等一下啊 换绿色 好吧 等一下 奇奇怪怪的 等一下 好 我拉过来 然后再那个再点一次G 再把它点一遍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吧 好 OK 你看到对 这里就变成绿色 然后这里就没有了 然后对 我换绿白色 然后换绿白色的时候 对的 啊 顺便啊 你就知道了 渐变过来就这样子 然后你反正你看你自己换不同颜色 你也可以换上面这里 你可以换你自己不同的样子呗 然后刷里或者对 都可以自己调 就这么就这样子 然后呢 这样 哎 这个你看到首先我现在画到这块的时候 那我们先开个新的图层 那新的图层呢 呃 然后我们按着control 点一下 我们刚刚画蓝色的那个这个色块的一个图层 哎 你看到对 他就变成选中区域了 对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现在画所有东西 呃 比如我们现在画所有东西的话 他只会指 我们只能在这个区域里面编辑 记得吧 选区的概念 就是说 选区以外的概念 我不能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对 渐变 渐变 我们从左往右拉 反正对 然后这样子 control 加d 取消 然后 然后这时候 我们把一个ops 这边 透明度 ops 选一下32 好像 哎 你看到对 是不是自动就有点 深变浅的效果 有没有看到 对吧 就是这样 呃 当然 你在下面那个色块这么做也可以 但是我现在我还在做一块 哎 选回去 刚刚 我们刚刚的见面那个图层 点一下p 当笔工具 然后再这么像我这样子 对 画一个矩形 control 加enter 然后再点delete 你发现是不是ps 是不是很快 有没有像手机屏幕的一个亮面 这样子一个光面 就好像我现在画了 比如说 我 我这里再随便画一下吧 好吧 我比如说我现在这里再画一个 就是呃 我这么拉 我这样子啊 这个功能是没跟你们讲 那首先这样子 啊 那我我现在比如说我这有两个 两个绿色 对吧 然后我按着alt 当然我现在选区 图层上面我是选 再选这个区域哦 然后点一下左键 哎 按着alt 你会发现 对 反正还是一个一个 就这样子按着alt 然后他就一直往下拉 对吧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我图层那边有三个 对吧 那可能我这样子我再 我稍微挪一下 对吧 这样 和按er按着col 按着col像 OK 按照col 这个操作你们给多尼连这样子 那你看下 哎 我一直 musical 是这个模块 对为什么 因为 这个图层在下面 那这时候按照行 hard 走是没有办法去选到 选到下面的这个 因为上面已经有一个见变的这个 刚刚我们见面做出来图字 好 那能懂吧 然后再比如说我们选哪个团记的狂修狂修点狂修对吧 你看点狂修以后再按左键你看到他会自动 你看我图在那边一直在变化 之前我讲过吧 这个概念现在实体操作 然后这时候我们在全体这样子对 然后往下一拉 对吧 四个选选上按着alt 那这个操作里面练一练 按着 先按alt再按左键 然后往上拉 往下拉的时候 你看 可以按着shift 按半都可以 你看我我现在防鼠标在这 按shift 然后反正就他可以 反正按shift 他是自动给我对起 呃这个指线 好 那这时候我这样做 你们也跟着做啊 那你看是不是很像手机屏幕 现在先这么看 会不会像很多 就我先把下面这些图层给合并啊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合并图层的merge layer 合并的意思 你看 如果有去看我 视频的朋友 你会知道 随英语用 即使我用中文讲 你们用英语软件 看不懂没有关系 你要看merge 上面里面不要合并就是merge 懂吧 所以英语呃 你英语不用好 你只要记得他的是怎么拼就可以了 然后你到时候看到这个字 你又知道这功能是什么意思 你不用懂他中文 你或者我这么跟你讲 然后你可能大概用用后面你一早就知道 对吧 不用很高的英语水平 然后就这样子 你看是不是很像一个手机系统 我这么随便一弄 对吧 然后有这样子一个光面了 这样就渐变了其中一个做就这种啊 当然你也可以说像点回渐变 你说我想弄一些别的可不可以 没有地方就你自己想怎么玩 怎么玩的 比如说像这个 我这里再开一个新的图层 对吧 然后我点一下一样点下面这个 哎 你看到也选上了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我选一个 我选一个别的backer吧 然后 呃 对呃 我选一下这个吧 开吧 然后一样拿选上这个状态 哎 你看到对 你看到哎 这里好像中间往外放射 对啊 然后我我再来一遍呗 你看到一遍就折了一下 好吧 就是这样子 反正他一定那altz enter 是整个填充 就说他一定是死色的 渐变的话 就看你这里怎么调了呗 就很简单吗 对吧 那你像刚刚这个的话 这个那通常这个就反我 我通常默认就很简单 就是啊 黑色 然后这里 白色 对吧 这里也是白色 就这样子一个渐变 我通常就用这个好的 那渐变了讲完了 反正不懂的 可以叫我一行 我可以再稍微普及一下 因为呃 有些时候有有些观众就直接问我啊 那功能是什么可以讲 呃 我有点对 反正啊 没关系 反正好学 好学的话 啊 对好学都可以 反正好学吧 那个 也可以啊 然后第二个修补工具 对吧 修补工具 我们要回来了 呃 我还是随便拿一张图板 可以吧 修补工具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如果有拍照的同 就应该的观众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啊 呃 修补工具 你照片有很多白点 对吧 那比如说像在这个二 我点一下修补工具 按一下 之前其实有看过前面几集就是哎 你看就是说修补工具最好怎么用 点一下 哎 没了 就点一下 然后可不可大范围的 大范围 我就不要他默认是怎么点的 反正就是你看这么点一下 哎 哎 你看对 上面整个就没掉 那就我们这么用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说像上次那样子 整个范围要怎么样用 呃 就是这样子少选 然后这样选 然后再把这个选 他有时候可有时候不可以 但是像那个上次那个 他由于色块比较大 这样区比较大 反正就是说你记得选的时候 我比如说我这块选 你不要拉到这个照片上面 然后就一定是 你看到了 整个像上片就变形了 就是说这里你看 还原回去 你看到了 你看 还原回去了 你看到了 你看 还原看 你看 这边就不一样了 你懂吧 就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好 这个就修补工具 非常简单的 好 然后最后一个橡皮工具 橡皮工具是怎么样呢 橡皮工具应该是 我应该是一 对吧 我没计算应该是一 好 然后我输入法 切换一下啊 对啊 好 然后就这样 然后就修补工怎么样了 修补工具 通常这里啊 在上面 那呃 可选你们大家还有个hardness 这个非常重要 就你只要认了这个就可以其他的关于橡皮东西的工管 那刚我现在说哎 你看到这个脚很锐利 所以通常是怎么样呢 把这个拉到最零 为什么 你看 渐变懂吗 这个边是渐变的 如果是做产品 会做平面的 你会发现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 就平常就这样子哎 弄一弄 然后什么的 然后可能是我 我现在真的随便画 比如说我现在钢皮 对吧 我随便画个东西 对吧 然后换就加enter 对吧 啊 你看到对 就好像这样子弄个阴影 当然我后面我会做练习啊 不会担心 就这样子了 像比方这样子 今天就讲了三个功能 对吧 呃 那一个 煎变工具 第一个 第二个是那一个 呃 呃 修补工具 第三个这个 橡皮工具 好 那一个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一个 谢谢大家